哇 这个节奏方面 哇 太欢乐了 里面呢 就是黄金土鸡的小鸡啊 那我们汉中特别把喇叭呢 放在离小鸡最近的地方 因为呢 音乐是要给他们听的 小鸡呢 如果受到惊吓的时候 他会长不大 所以借着音乐呢 汉中要训练他们的胆量 如果听到什么声音的时候 哇 主便不惊啊 安硕部落的原始林也放鸡 不仅鸡是不会臭 鸡还不怕生啊 连小鸡都用流行音乐训练感量啊 当然鸡的品质好 也要找到适当的料理方式 才能让人吃得健康 吃得愉快哦